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唐欣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一直对加密货币持保留态度 但即便如此,他也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效仿中共禁止数字货币的做法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詹斯勒10月5日表示 政府的重点是确保该行业遵守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规则 反洗钱法规和相关税法 詹斯勒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发表上述言论 当时一名共和党议员向他提问道 美国是否在考虑实施类似于中共已实施的加密货币禁令 詹斯勒还表示,我们的方法真的非常不同 他还补充说,任何禁令可能都必须由国会立法 上个月,中共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出了全面的最后通牒 称禁止所有交易,并将积极采取行动以杜绝加密货币挖矿 在此前的数月内,北京方面针对虚拟货币的警告不断升级 詹斯勒的表态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言论一致 鲍威尔在9月30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无意禁止加密货币 丹麦1500年前独特黄金宝藏出土,重1公斤 据信,在大约1500年前丹麦发生天灾时 一位酋长将大量黄金埋在地下 其目的可能是为了祭祀更高的神灵 或者可能是为了避免在战争中被掠夺 近期,这批宝藏得以重见天日 考古学家在距离耶铃村仅8公里远的温洁列夫镇 挖掘出了这批铁器时代的黄金文物 在此之前,当地男子施依慈使用金属探测器 在他老同学的一处田地寻宝时 首先发现这批宝藏的所在地 这一发现被瓦埃勒博物馆描述为 丹麦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黄金宝藏之一 来自瓦埃勒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团队 亲自到现场挖掘这批文物 其中包括大量装饰精美的巨大奖章或薄片币 罗马硬币和珠宝 黄金总重近一公斤 瓦埃勒博物馆表示 所有这些文物都埋藏在村庄里的一个藏屋里 这表明温洁列夫是铁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权力中心 拥有这批黄金的酋长可能是在公元536年前后 将其埋藏起来的 这时一座火山爆发 将大量火山灰喷入空中 从而造成环境和农业灾害 进而导致农作物欠收和饥荒 这一天灾改变了丹麦历史的进程 瓦埃勒博物馆在声明中说 这位酋长的意图可能是避免敌人抢掠 或作为祭祀埋葬品来安抚众神 这一时期可能也恰逢维京时代文明 而统一的丹麦王国的形成 该博物馆说 这逼迷人的黄金告诉我们 一个进入铁器时代的欧洲大陆 通过贸易和战争已经紧密联系起来 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金矿发现 可以追溯至五世纪中叶 其中一枚讲章装饰着一个有着辫子的男性头像 旁边似乎还有一只鸟和一匹马 此外 马身上还刻有符文和名 根据初步翻译一纸高人 这可能是只拥有黄金的人 酋长或者奥丁神 该宝藏还包括许多来自罗马帝国的旧硬币 其中一枚比较重的金币 可以追溯到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时期 他于公元306年至337年在位 并于313年宣布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 此外 还有被制成珠宝的罗马硬币 迄今为止 大麦已经发现了超过40公斤重的铁器时代黄金 其中 以这次温杰列夫的独特发现最为突出 这批黄金文物收藏品 将作为大型围巾展览的一部分 于2022年2月在瓦埃勒博物馆展出 本文前半部来自大纪元讯息 后半部有英文大纪元记者 迈克尔温报导 张雨菲编译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